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抽时间参加我们线上的研讨会 今天呢我们的研讨会将以我和坎德拉蒋先生对话的方式推出 我们会介绍到国际光伏产业的发展 未来五到十年装机的趋势 之后呢我们会聚焦一下中国国内的光伏业者们 在海外项目开发的时候常见的一些痛点 以及我们会通过怎样的方式为大家提供解决方案与解决思路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的会议能够有更多的信心 接收外光伏案件掌握更多的国际开发机会 响应一带一路的号召将国内优秀的产业和经验带到国外去 接下来呢请大家再和我耐心的等待一分钟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研讨会的软件登录需要一点时间安装 我们再稍微给大家一点时间都加入进来 感谢观看 不知道这次大家参加这次研讨会是从国内还是国外呢 不知道您本人是在哪里呢 我们这次研讨会呢是由我和蒋先生对话的方式推出的 我们也欢迎您在这个研讨会的过程中随时去问我们一些问题 可以以互动交流的方式一起加入到我们的探讨中 那这个提问的话呢您应该可以在参加研讨会这个软件的提问中 可以直接输入您想要问到的问题 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提问交流时间 包括之前我们这次研讨会开始之前 我们已经从很多我们今天要参加的与会者中 这个收集到了一些问题 等一会儿在我们最后的提问交流时间中呢 我们会首先回答这四个问题 然后我们会逐一的回答 这一次与会者在我们这个软件中输入的这些问题 好那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看到有一些这个与会者才刚刚加入进来 我再稍微介绍一下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研讨会呢 会介绍到我们海外光伏产业的发展 以及未来五到十年国际 或者全球的装机容量的这个趋势 之后我们会聚焦到国内业者们 在海外项目开发时常见的一些痛点 以及我们会通过怎样的方式 给大家一些解决方案和解决思路 希望大家也通过这次的研讨会 有更多的信心去开发海外的项目 将国内优秀的经验和产业带出海外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了 首先呢 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呢 将会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 国际的光伏产业发展 以及我们国内业者的出海的趋势 第二个呢 我们会通过介绍我们 PV Design这个软件来帮助您了解 我们是如何为国内业者提供 加速海外按键开发 保障他们研讨研究的这个方式的 第三个章节呢 我们会通过PV Design这个软件 展示实操一个在泰国的复杂地形成的项目 来向大家展示一些基本的PV Design的功能 第四个章节呢 我们会向您展示一些关于我们2023年软件的更新 以及未来2023年底或者2024年我们软件更新的一些动向 第五章节呢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提问交流时间 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这个提问箱里输入您想要问到的任何问题 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主持人 首先我呢叫成名 我是Rated Power的光伏技术顾问 Rated Power呢是一家基于西班牙马德里的软件公司 而我主要负责亚太区 尤其是中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这个技术协助 我的工作会主要是帮助用户使用我们的软件 然后自动化他们这个大型光伏电站的设计与工程步骤 优化他们的设计 帮助他们达到他们最后的这个最具获利的目标 那接下来想请坎德拉的蒋先生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哎 蒋先生好像这个没有声音 大家好 我是坎德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蒋华庆 我们是PV Design的在中国的独家代理 那么除了代理PV Design的话 我们还有自己开发的一些软件 我本人呢做光伏也很多年了 从2008年应该是开始做的光伏 应该说在这个业内里面 就是跟认识的人也不少 别人认识我的可能也不少 今天参会的可能也有一些认识我的 后来我认识他的挺多的 好 谢谢 是 谢谢蒋先生 蒋先生确实在国内这个光伏业界 很有这个人脉 我们这个也很荣幸请到蒋先生和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蒋先生和大家在这个交流啊 技术支持的过程中也是看到了很多 关于国内业者开发的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有幸请到蒋先生跟我们分享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想要向大家分享的国际光伏产业的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看一下全球的趋势 在很多新能源的官方数据啊 与预测报告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 光伏装机容量是一个长期看好的趋势 增速呢在每年20%左右 是一个很高幅度的增长 在这个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预计在2025年的话 也就是两年之后 全球仅仅是光伏的容量 装机容量就将达到两泰瓦的规模 而我们知道中国光伏啊 是长期居于世界第一的 如果我们抛弃中国市场不算的话 海外光伏的发展其实也是蒸蒸日上的 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业者呢 对好机会的敏锐度很高 还有自身在光伏电站的开发产业链 甚至施工上面有长期的实践 积累专业的经验 随着这个我们这个后疫情时代哈 我们其实有观察到海外光伏市场 现在成为很多国内业者新的发展重点 那除了我们这个rated power 我们pvdesign软件的既有用户以外呢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清洁能源展会啊 光伏业界的交流中 我们其实也发现同样的这个 国内业者全球化布局的趋势 在这里呢 我们展示了五个比较这个人气的发展地域 当然我们也有在这个总结哈 这个海外布局呢 主要可能得益于三点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 我们知道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呢 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 而且这些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呢 会排放将近全球温室气体 55%左右 所以光伏发电呢 是未来这些国家实现电力需求的首选 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诸多业者 在中东啊 非洲啊或者东欧 东南亚都很积极的在投标 竞标 有时候与当地的这个企业也合作 想应我们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 建设这个清洁能源 光伏电站 第二点呢 可能是我们这个外部政治啊 经济局势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这个欧洲有加速能源去转型趋势 这也意味着大量机会的试出 所以我们看到国内的业者也在欧洲的这个比较活跃 甚至除了开发我们的海外项目以外 还有很多的企业呢 积极在海外设立公司仓库 比如说在欧洲去长期的进行 以欧洲微距点长期经营 在这里呢 我们总结了一些全球各地可持续发展的光伏装机容量的目标 比如说我们在中东和北非地区 我们观察到到2030年 公用事业 公用规模的光伏装机容量将增长到49.5G瓦 而去年呢 它才7.4G瓦左右 在欧洲地区呢 我们这个更新后的NECP 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 会将光伏装机容量提高到2030年的425G瓦 然后在东南亚呢 到2050年 每年在东协都预估会新增64G瓦的光伏发电量 其中印度尼西亚 越南和泰国呢 将占新增容量的80%以上 再看一下我们的拉美地区 在接下来的10年内 或者7年啊 准确的说到2030年 在拉美地区太阳能和风能的这个装机总容量 将达到460%以上 而实际的容量呢 可能会超过319G瓦 我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 关于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光伏趋势与政策的白皮书呢 我们Rated Power会基于全球的用户基础 以及每年我们去参加各类的能源展会与专业人士的交流 参考各种官方的报告 我们会总结出一些电子书和报告免费供大家参阅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RatedPower.com上去直接下载 那如果今天您的手机在手边的话 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官网的下载界面 在这里比如说您可以看到我们有总结 这里这里展示了几个 比如说在德国的在西班牙半岛的 在拉美的巴西 以及在我们的东南亚等等的 甚至我们也会总结一些这个全球的趋势 欢迎您进入我们的官网去下载 那现在我们想把这个话筒交给蒋先生 您在和国内的业者交流的过程中 也有观察到这个我们业者在海外光伏 开发光伏项目的这个趋势吗 您好 蒋先生好像没有声音现在 您好 我们平常在这个工作当中 其实也是观察到的一些 我们国内的这个光伏企业 他们在国外开展光伏项目的情况 那么主要的观察到的 一个就是在中东欧 包括北非 主要是像中东的迪拜沙特 还有北非的埃及 包括阿尔及利亚中东东这边的这个项目比较多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像这个 马来西亚 还有泰国跟越南这些项目 我们也遇到过一些 我们客户他们在做这样的项目 那么最近的话 就像您说的就是因为一带一路 阿根廷那边的话是比较积极参与的 其实我们了解到阿根廷的项目 其实会就南美洲那边 阿根廷的项目其实也是不少 总体来说我们观察到 就是说因为国家的这种倡议吧 就是国内的整体的 不管是大型的电力收集院 还是大型的总承包公司 其实都在非常积极的去开做 这个海外的这个市场 那我们下面想要 向今天与会者做一个小的调查 我们想看一下今天参加的这个大家 是有没有在参与国际的光伏开发项目呢 您现在可以在这个屏幕上 选择一下您这个公司开发现状 是已经比如说在国外开发光伏项目很多年 还是现在是这个持观望态度 然后希望加入到我们这个海外开发的 这个潮流中去 我们呢会在您选择结束之后 这个公布一下我们的答案 今天我们的与会者也比较多 希望大家也那个 积极的参与一下我们的小调查 我们稍微再等 半分钟左右 现在正在我们可以看到一半的 与会者已经投票了 现在已经多于一半的与会者投票了 大概可以看到 我们多数人呢 是之前没有海外光伏开发项目的经验 然后现在呢是今年开始关注海外项目的机会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几个公司 是选择了 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海外光伏开发项目的经验 然后现在也在逐渐的投注更多的资金和精力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不论您是有经验 还是现在处于一个观望的这个机会 我们想向这个 肯德拉的蒋先生请教一下 肯德拉以为成为我们这个 在中国的独家销售代理 已经超过四年多的时间了 对我们国内光伏业者的软件需求非常了解 那您觉得PV Design光伏电站设计软件 对我们这个想要在海外开发项目的业者来说 主要的价值点有哪些呢 好的 之前我们也访问了南京有一家比较大的电力设计院 然后就跟他沟通的主要的原因是了解到 他们前些年做海外的光伏项目很多 然后觉得他应该需要我们这个软件 那么他跟我的反馈呢 就是说他们呢 就是前些年 前几年 就是光伏项目确实建了很多 最近这几年光伏项目反而借的少了 我说为什么 他跟我说是这个海外的项目 他这个项目的数量特别多 人和不靠谱的这个比例特别大 耗费了那个大量的这样的时间跟精力 但是最后的这个收获不太大 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个海外项目 就是说全靠这种人力 全靠这种人去做的话 这个的话会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他们这个最近几年 在没有找到合适的软件之前呢 然后他们就相当于是说减少了这个海外项目的这么一个投入 那么我就跟他介绍我们的这个软件啊 就非常适合他这种情况 就是说就像我们PVD说的 我们这种海外的这个项目的话 他的其实特别的是耗费的人力 并且也不知道 也他的设计结果也一般来说到 也不太容易满足这个当地的标准 他的这个投入的时间太多 嗯 好 我把它删一下 好 这个PVD的软件呢 它呢有几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个设计的标准 他的设计标准非常的这个完善 包括这个我们在欧洲经常用的IC标准 在白米的 白美的主要是NEC 还有澳大利亚的标准 包括我们中国的国标 那么他可以针对你的这个项目的所在地 去采用这个适合当地的这个标准 这一点呢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平常的在国内的这个大型的电力设计院 他们很多还是只是做国内的项目 对国外的项目其实不是标准 也不是特别熟悉 那么有个工具能够把它牵到在里面 那就相当于事倍功半 事倍功半啊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就是说这个 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 因为不同的国家 它呢在这个 在设计习惯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就举个简单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国内 它做这个一个投标的话 它可能是要求这些文档 这些图纸是吧 然后文档的格式也不太一样 那么比如说你要投一个中东的标 它有它的一个文档的这个内容要求 有它的这个要提供的图纸的这个内容 我们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如果我们从头开始做的话 往往是不太现实 那么PV Design呢 它相当于是给提供了这么一个 一整套这个比较完善的成果 而且这个完成的成果呢 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开发团队 因为开发团队据我了解啊 就是这个PV Design的这个开发团队 原来也是在西班牙从事了十多年的 这个EPC 光谱EPC项目的总承包的这个工作 所以说它相当于是就把这种 就是海外项目的这种 这种就是说这种设计的这种习惯 或者是这种设计的一种漏耗 就把它融入到这么一个成果里面去 这一点呢非常重要 那么从第二个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说这个软件呢 它的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 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 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它的生成一个方案的时间很短 大概一般来说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生成一个方案 另外的话它生成的这个成果非常的丰富 这个报告的话有400多页的技术轮档 那个表单还有主要的表单和图纸 都是比较的比较的完善 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投包阶段的这个要求 另外呢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会这个根据这个照片方的要求 或者说我们根据业组的要求 那么我们在自动化生成方案之后 有可能有些地方它需要调整 那么PV Design它提供的所有的成果 都是提供像Word版的 Excel版的 还有这个可编辑的这个CAD版本的 那么用户可以在这个自动生成的 这个成果的基础之上去进行自一的调整 这一点呢其实也非常重要 那么其实一个软件的话 它呢在就是说它能不能应用到你的这个 就是海外项目当中去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 是不是头部的开发商能够认可 咱们的这个成果 其实我们这边的三个 其实都是特别大的这个开发商 其中像东东的这个ACWI 其实应该大家国内多多少少都听说过 因为它在东东那边开发的很多都是这种特别大的 这种几个G瓦的这种特别大的项目 很早就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开发 那么它能人口的话 说明这个软件在这个国际上的人口都是比较高的 另外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说可能我们之前原来在设计院也做过这种海外的项目 海外的项目 那么通常情况下 因为国内的工程师他不太可能直接完全用英文去直接进行工作 通常不太可能 因为这也比较专业 那么通常是相当于是说我们信用中文的语言 去先把它下方的报告跟图纸都弄好之后 然后再找专业的翻译工程去翻译 那么这个过程费时费力费钱 这个就不说了 其实很容易出错 那么这个软件呢 它提供的这个语言的总力非常多 中文 英文 西班牙语 法语 其实基本上能够用到的这个主要的语言应该全都包括了 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把它放到下一页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做前期的这个方案 或者是做这个投标方案的时候 其实因为比如说像那个一个项目 它要是招标的话 它不可能只找你一家去做方案 它肯定会找很多家去做方案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做的方案的话 就必须得要出彩 什么叫出彩呢 出彩的话就是 其实最主要的来说的话 肯定就是你要把这个 你的设计方案进行优化 优化的 当然我们官方项目优化的主要的目标 应该就是LCOE 就是这个度电成本 那么在优化的 优化的话 其实如果用常规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优化 比较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这个 好利 那么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们常规的项目的话 常规的这种工作方式的话 我们首先 人工先做一个方案 做一个方案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组件 是这个常规的 这个550的这个组件的 这每一个方案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 看看是现在N型的那种 那种TopCom的这个N型的这个组件 比如说650的还660的 我们又做一个方案 那么做一个第一个方案 你可能要花个七八天的时间 做第二个方案 也要花个好几天的时间 然后再做第三个方案 那个其实不太可能去 不太可能去做特别详细的这种对比 那么PP Design呢 它提供了一个叫 批量设计的工具 批量设计的工具 那么它的主要的这个使用方式呢 就是说我们首先 先做第一种方案 比如说我们要550的 先做第一种方案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设计 设置条件都设置好了之后 它会自动的 按照我们的设置要求 就生成一个方案 这个时间的过程 可能就是几分钟 十几分钟 这么一个时间点 那么我们做完了第一个方案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方案做一个复制 或者叫Clone 复制出来就形成了一个第二个方案 那么我们在复制的方案的基础之上 比如说我们把它的组件型号 从这个550改成650的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生成方案 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它又生成了第二个方案 那么包括其他的 我们做这种间距的这个优化比选 或者是我们的融配比的这个优化比选 或者说我们的勤角的优化比选 它完全可以通过这种Clone的方法 去快速复制多个方案 然后全部生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工具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右侧 它有三个这么一个方案 那么我们构选它 这三个方案之后 我们选择比较 那么它就会把你这三个方案的 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成果进行一个对比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 这样子你做出来的这个投票文件呢 才会比较的出彩 好 谢谢 谢谢蒋先生们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用一个 在PV Design上的项目 来向大家展示一下 刚才我们蒋先生有讲到的这些点 现在我的画面切换到 我们的这个软件上 首先我们的软件是基于云上的一个软件 所以用户本身不需要下载任何安装包 直接在网页上就可以进行访问 那我们用电子邮箱和密码直接登录 登录之后呢 会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其实就是 您可以想象 比如说我的同事发给我的 这一个项目的一个设计 这个项目的设计呢 在正中间您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的这个二维的布局图 在上面呢 有我们的这个功率啊 或者发电量效率价格等等的一些 结果的概览 我们的软件呢 也是自带发电量的结果的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按月的发电量结果 以及它所有的这个损耗模型 如果您对这个山地呀 或者这个案件的场景 也有所要求的话 我们软件会自动从谷歌地球 为您抓取高层数据 我们现在的这个设计呢 是基于我们为您抓取的地形数据上的 所以用户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 是不需要去导入任何地形数据的 这个也比较这个可以帮助您 在海外规划或者开发项目的最初阶段 直接看到我们这个地形 对后面这个布局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个设计呢 是基于我们的地形 这个一些缓坡上的 而我们的西南与东北方呢 分别有两个小的山包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 这个不好意思 通过我们的这个软件去优化一下 我们的最后的设计 好 现在假如我们收到了同事传来的这个链接 我们考验了 查看了这个设计 然后认为这个设计有很多可以优化的余地 现在呢我就直接点击右上角克龙 可以带我进入到设计的这个界面 而现在设计我们看到的正中间的这个预览图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设计结果 现在首先我想要改变的呢 是我们的这个支架的类型 我们之前有做另一个研讨会 在这个研讨会中呢 我们通过对很多项目的实操的设计 以及最后结果的对比 发现在比较小一点的区域 狭窄的这个地块上呢 我们固定请脚支架 其实能够给我们提供到更低的LCOE 平准化度电成本 那今天在这个不是很大的这个区域上呢 我也想优先选用固定请脚的支架 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在泰国的一个项目 这个刚才忘了介绍哈 现在在固定请脚支架里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任何我们想要的这个配置方式 比如说我想要选择两个组件 竖项放置的这个支架 我可以选择这个任意一个支架 去导入到我现在的设计中 之后呢 我可以选择一下我的这个支架有多长 这个支架的长度呢 是通过每个支架上的组串数 以及组串里面的组件数来配置的 甚至我们可以选择混合型的更短的支架 好 我们选择了新的支架以后呢 我们可以立刻生成设计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软件就开始跑模拟了 您可以直接看到 我们刚才最新的这个输入 对我们这个最后的布局 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们也可以在整体预览上观察到 我们最新的电器 以及图件的一些配置 在右边的面板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最新的容量啊 发电量等等的一些数据 可以看到我们的峰值功率啊 是之前大概的二倍 因为我们这个固定支架 首先我们的这个行间距比较小 后续我想要调整一下 然后呢我们这个固定支架 也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支架安装 还有它的容量 好 那我们下一步呢 想向您展示一下 我们今年开发的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我们的电池储能系统 通过电池储能系统呢 您可以开发 无论是焦流侧的 还是直流侧的电池储能系统 可以供您开发混合型的 这个光复电站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的是 焦流型的电池储能系统 那我们可以看到软件 会在指定的区域内 为您安装我们的储能逆边站 绿色的这个方块 以及我们的电池容器 而我们的储能逆边站 电池容器等等 都是可以通过用户自己 去选择我们所需要的装置 或者设备的 这次呢我们可以规定一下 我们这个电池储能系统 要多大的容量 以及它的供应周期持续时间 更重要的呢 我们知道在每个国家 对电池储能系统 都有它相应的这个规定 尤其是关于我们电池啊 块之间的距离啊 或者以及储能逆边系统 之间的距离 这个也在我们的软件上 是可以自由定义的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交流 电池储能系统 接下来呢想向您展示一下 我们的直流电池储能系统 首先我们滑上去看一下 我们的直流是不能选择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直流储能系统 必须要使用到我们的 中央逆边期 而不是主串逆边期 那么现在我回到设备里面 去转换成我们使用 集中一边期 现在回到我们的电池面板中 选择直流电池储能系统 在直流电池储能系统中呢 您可以规定一下 一样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的 C比率或者说我们的 这个布局方式等等 在这里呢您可以定义一下 我们的电池集装箱 到我们的这个中压变压器 也就是我们的 箱逆边之间的距离 而如果我们现在生成设计的话 您将看到所有的电池储能系统 都将被排布到 我们的整体布局中 放置在我们的箱逆边附近 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好那下来呢 我们想要优化一下 我们的行间距 首先比起优化 我想要调整到一个 更加实际的行间距 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的阵列间距 也就是支架与支架之间的距离呢 只有一米左右 这个显然可能是 不是很这个 很实际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增加到 比如说两米左右 现在再生成一下设计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 我们这个2米左右的 阵列间距 6.8米左右的行间距 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 这个配置 布局图 峰值功率 大概掉了6兆瓦左右 以及它的系统效率 现在是83.4 我觉得系统效率还不错 那么我先会保留 这个行间距 接下来呢 我们还想通过不同的区域 去配置一下 它不同的这个 这个布局要求 比如说 我刚才通过3D地图观察到 西南和东北 分别有两个小山包 那么在我使用 固定支架的情况下 我想要转一下这个方位角 以优化它的援影需求 那么这个可以在 通过我们每个区域 对应不同的配置 到布局配置中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北边的这个布局呢 我们给它旋转 向西南 东南旋转时度 然后在我们南边呢 向西南旋转时度 这样子的方式 来避免我们的这个援影 以使我们南面的这个布局呢 接收更多的朝阳 而北面的这个布局呢 接收更多的西照 可以避免我们这个山坡 对整体布局的影响 那这个设计完成之后呢 我对它也比较满意 我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之后呢 我可以在刚才给您展示的 这个结果页面中 观察到更多的结果 甚至说呢 我可以把结果的链接 直接发送给我的同事 或者上司 让他们去进行一个 校验或者审阅 接下来呢 我还想给您展示一下 我们的这个批量生成功能 刚才蒋先生也有介绍过 我们可以在生成设计的 这个下拉菜单里 点击运行批处理 我们可以一次生成 10个不同的行间距 那现在我想观察一下 从最小行间距 6.8 以布长0.3米 到9.5米 的10个不同的设计 同时生成 那此时 我们这10个设计 将会在云上 同时进行 这里对您 计算机的预算力呢 没有任何的需求 因为我们所有的模拟和设计 都是在云上进行的 现在我把这10个设计 都一起保存下来 在我们的设计文件夹中 可以通过比较工具 刚才蒋先生也有提到 来找到我们的最优行间去 那现在我回到了 项目文件夹中 可以看到我这10个设计 已经正在云上跑了 底下呢 可以看到我刚才 刚刚保存的这个设计 现在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10个设计 已经在逐渐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两个设计 三个 四个 可以看到我们的运行速度 是非常快的 而每一个设计里面 都有刚才蒋先生提到的 八种不同语言 400多页的这个设计文档 和报告 供您参阅 现在我们就不等 这个没有完成的设计了 直接用这五个 已经完成的设计 七个完成的设计 去直接比较一下 在我们的比较视窗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软件已经自动高亮了 最优质 那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年单位发电量 在这个行间距为 8.9米的时候 为最高 拼注化度电成本为最低 那我可以说 在刚才选取的设备 比如说这个方位角 比如说这个行间距 比如说这个架台 或者这个安装支架 或者这个逆边器 在这样的方案下 我们8.9米 是最优的行间距 那我可以把它收藏下来 这个链接 那日后作为我 日后更加精进 更加优化的一个设计方案的起底 好 这个现在就是我们这个设计软件 大概的一个展示 下面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研讨会中 想向您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2023年软件的一些更新情况 首先呢 我们的这个公司 是顺利于西班牙马德里的 我们现在的成员 已经超过了110位 现在持续有响应 我们将近3000位活跃的 全球五大洲用户 不断的需求 每两周 基本上每两周 就会退出新的功能 而这些功能呢 是不需要用户去下载任何东西的 因为在您每次登录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动刷新 给您带来和展示这些新的功能 下面看一下我们2023年的 一部分更新 比如说我们2023年加入了 首先交流储能系统和直流电池储能系统 在我们右上角的这个动画中 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储能系统的一些展示 下面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区布置功能 它会优化您对复杂地形的控制和掌握 刚才也有向您展示到一个小小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转换不同的方位角 在不同的坡上来实现 这个优化我们圆影的这个设置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展示的设计界面 其实是在我们两个月之前 第一 也不是第一次吧 第二次对整个设计界面 有了全新的刷新 而我们的软件呢 其实第一次这个生成是七年之前 三年之前左右我们更新了设计的界面 然后今年呢 又第二次的更新了设计的界面 您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个实时计算的计算力 是非常强大的 每一个计算 生成的时间也大概几十秒的时间 而且这个在交互设计的页面上 您可以随时的查看到结果 来帮助您实时的优化 您对最后这个设计的掌握 第四点呢 我们有推出这个金融器和这个利率的这个需求 以及这个功能 第五点呢 我们有加入到Irena 每一年的世界各国的CAPEX的报告 在我们的设计过程中可以直接使用 刚才您看到的 不论是最后的总报价 在这个泰国 最后的总报价也好 还是我们的这个LCOE 品种化度电成本也好 都可以直接抓取我们当地这个Irena的这个报价 也方便您对当地的这个报价和品种化度电成本 有这个在最初的阶段 有一个直接的了解 第六点呢 我们有这个全自动的架空线 就是高压输电线的设计 从我们的这个铁塔到导体等等 都有非常详细的设计 还有比如说我们可以全手动去设计道路 以及中高压变电站 更加高级的参数调整等等 下面有我们这个现在三千多位用户之中的一部分的客户简表 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的中国国内呢 有我们的中国能键 CMEC 上海电器 中国电键等等 还有龙基 Sungirl等等 都在使用我们的软件 还有静科 下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提问时间 不好意思我们的时间稍微有点紧 我就直接回答我们之前收到的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目前光伏项目在各个国家的现状如何 政策如何 前景如何 海外光伏项目的开发模式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知道大家对海外市场的新能源政策啊 状况啊 以及发展前景都非常关心 我们在稍早的分享中呢 也有和大家分享我们每一年或者每个季度都会推出的各个国家现状的这个新能源开发的目标等等 政策等等的这个电子书和报告 也欢迎您现在直接用手机扫二维码去下载获取这些市场讯息 及时的掌握海外的商机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多国别的光伏相关政策是如何的 我们在通过这个和我们的同事的交流过程中发现呢 其实在比如说我们的中东地区主要使用的是IEC的标准 在我们的非洲地区主要用IEC辅助IEC 也就是IEEE的标准 那这两个标准都在我们的软件中是自动给您这个提供的 包括在我们的东南亚呢 也主要使用到的是我们的IEC61215的相关的政策去指导 所以通过我们的软件 您可以在世界各地用符合当地标准的这个政策去进行开发 这个是第三点 不好意思第二点和第三点一起回答了 第四个问题呢是如何为海外光伏项目寻找有效的投资者 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呢 其实主要是通过观察到我们中国业者更加有这个出海开发光伏电站的趋势 以及分析他们的痛点 包括提供到一些我们的这个自动化软件的这个协助加速 我们会帮助国内的用户去加速出海 以及相关工作等等 这样的话呢可以保障我们在海外投标的机遇 达到我们拓展海外版图的这个事业的目标 但是呢关于如何寻找投资者这个方面 我们没有这个相关的讯息 但是如果您有更加具体的包括技术方面的 或者跟软件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也欢迎您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在公众号里留言 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到您 然后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交流 最后呢想要向您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在11月的20号到22号会参加北京国际太阳能光伏展 如果您到时候会参加这个光伏展的话 也欢迎在公众号或者与我们直接微信取得联系 在这个会场上我们可以向您当面展示 我们的软件如何使用 并且提供给您一些免费的试用的机会 来让您以手头的按键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软件 是否对您的这个开发有所帮助 有一些价值 好那现在这个我们的研讨会就到这里结束了 最后我们的时间有一点紧 也感谢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的研讨会中 也非常感谢蒋先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价值的经验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就结束了 拜拜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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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pracy 再见 jullie 感谢观看